近日,针对新冠病毒感染后康复期人群 上海市卫健委根据第十版诊疗方案 鼓励社区开设新冠病毒感染康复门诊 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个性化康复治疗 2月10日,记者在位于上海市黄浦区 立原路的达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 该中心三楼处就设置了提供中医、康复、护理及药剂 等多学科团队组成的新冠康复综合门诊 主管护士朱玉婷正耐心指导就诊者进行复视呼吸 并在其俯卧位状态下进行背后扣机 促进痰液的排出 一般的话,我们这里常心患者患者 多数都有可受可痰的这种症状 然后可能这些痰都在一些深部 然后我这种俯卧位的通气 然后再协助这个排痰的这个动作的话 可以将那个深部的痰液排出的 这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记者走访时发现 除了常规西医门诊 以中医慢调理为主的康复治疗 也受到很多社区居民的信赖 门诊医生通过中医辩证结合体质辩识 为就诊者提供中医特色诊疗方案 同时开展中医针灸、推拿、耳血及拔罐等非药物疗法 缓解阳康后期出现的嗅觉味觉失灵 失眠及咳嗽等问题 然后你平时弄什么深冷的水果还有牛奶 这种暂时先不要吃 化痰的清透的把那个 就是让它把那个邪气相当于可以出来 你如果一直往下压的话 反而它就是会让你的病程变得很长 就越来越会一直咳 据悉目前康复门诊一周的就诊量近百人次 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也有一些刚从外地返户打算调理一下身体的年轻人 小医院也有大能量 达普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办公室副主任沈一表示 社区医院在新冠病毒感染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能给附近居民带来更为便捷的就诊体验 我们新冠康复综合门诊是从那个今年的1月20日开始那个开诊的 然后现在的开诊时间是那个每周一的 周五的上午还有周三的下午 就是为了方便阳康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那个多学科联合的诊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